歡迎來到燦爛時光惠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惠客室 是由燦爛時光節目公民行動 已經記錄資料庫 還有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聯合 自播的一個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要來跟大家討論在台灣 甚至在亞洲地區所發生的社會運動 以及這個社會運動背後 我們要去了解的一些重要的訊息 我想在前一兩個禮拜 我想台灣的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應該都非常關心 就是香港佔領立法會的這樣一個訊息 其實很多人就是說 台灣在3月18號開始佔領立法院之後 其實也有人說這是台灣經驗輸出 當然這種說法我覺得太過於簡單 就是一個國家 一個地方的社會運動的行程發展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複雜的過程 在我們節目當中 我們就要來跟大家討論 這一陣子香港發生的一些重要的消息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在節目當中邀請到的是 香港土地正義聯盟的發言人 朱凱迪 凱迪在線上跟我們提到 凱迪你好 老師你好 謝謝你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想這一陣子香港的很多的事情 對台灣的觀眾朋友或是聽眾朋友 應該是覺得非常非常有興趣 甚至感到熱血 也特別是在6月13號 這個很多的香港 有一部分香港民眾衝進了香港立法會之後 整個台灣的Facebook上面 其實都是大量的轉載 很多人覺得說這是看到香港的 某種的這種所謂對抗國家 或是對抗資本的力量興起 但是很多人知道看到這個現象 但是未必了解這個事情發生的 整個前因後果 可不可以請凱迪開始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6月13號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6月13號其實是從5月初開始 新街東北有一個很大的開發區 大概有600多公頃的一個城市開發的案子 他有一個三億港元的前期的撥款 要在立法會通過 那其實從5月初開始 反對的團體跟會受拆遷影響的 川民已經在立法會門外示威 然後跟那些議會內的 發民主派的議員也有一些合作 就叫他們努力的在那個議場裡面去質詢 那到了其實已經經過5次 就到了6月13號 那一次會議其實是已經到了一個非常緊張的時候 因為可能台灣的朋友未必清楚香港立法會的組成 香港立法會的組成其實是一個一般民主的狀況 就是一般是分區的直選一般是我們叫功能團體 那其實那個是北京的設計來就是說它要保證自己在立法會裡面有超過一般的支持 那所以發民主派雖然他們是在那個全港的選民數目上是比清北京派的要多 但是他們在議席上的數目比較少 所以在對抗這個申請的時候他們就只能用拉布條的方法去做 那到了6月13號已經是第5次拉布條了 那那個是清北京的那個我們叫財務委員會的主席 其實就希望在那一次的會議上面中斷發言跟中斷那個議員代替那些臨時議案的舉例 那個是違反那個議事規章的 但是他就準備強制的去推行 那外面其實經過5次的集會已經律律律律 培擊了大概1000多的民眾 那在知道他那個主席要我們說檢布的時候 那大家都按來不足就嘗試衝進那個立法會 那那個當天晚上的狀況就是 當那個衝擊發生以後 那那個主席就大概用了可能5分鐘去考量 那因為議會裡面也有一些議會抗爭一些議員都衝了出去主席台 那主席就中斷了會議 所以那一支應該算是一次成功 所以簡單來講例如說你剛剛談到工人組 其實就是按照個別的職業 其實去選出了一些這些不需要經過民選投票的議員嘛對不對 對那其中大部分都是商業界的議席 所以在整個立法會的結構當中 其實一方面他其實是親北京 另外一方面即使民選的人 他們這個得票數是比較高 可是在席次上面也就比較也比較少 所以整個立法香港立法會 他其實某程度上面 他沒有辦法代表香港的民意 他其實比較是代表了一個北京的一些官方的意志嗎 他是代表北京跟資本大資本家的意志 那所以其實在台灣3月份佔領立法會的時候 佔領立法院的時候 其實香港那邊的朋友會覺得說 香港那個立法會會更加有理由去佔領 因為其實他每一次通過的那些議案跟法律 其實也是很大部分都是違拜大部分香港人的第一的 這其實有點像台灣在戒嚴時期的所謂的老立委或是老國代 當然他的行程組成的方式不同 但是結構上面還是由官方一手掌握 那其實在這個事件上面其實有一個引發點 就是反新界東北的這個開發案 可不可以跟我們的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這個開發案最主要是要開發什麼的 那為什麼要反對呢 要談這個東西其實可能要有一些背景 就是說香港在1997年以前當作為一個殖民地的時候 其實殖民地會有一個規劃 就是說香港是必須有城市跟有鄉下的 那個鄉下是作為一個為市區的居民提供 比如說那個赤水啊 還有一些富士兵的一個農業生產基地 這樣一個角色去存在的 但是在那個80年代開始當那個中英簽了聯合聲明 就是香港的前途 英國放棄香港以後 那中國大陸方面其實就開始慢慢去希望 流轉新界這一方面的角色 就首先就是把它比如說供水方面的功能啊 跟那個生產食物方面的功能把它慢慢的去 除掉 方法就是把這些產業都吸納到中國大陸裡面去 就是說那些農業開農場的人就大陸就好像吸引工工廠的投資者一樣 吸引他們到大陸裡面去看農場 然後那些食物就輸回香港 那就變成一個整體上面30年來的農村的衰落 那在這個過程的同時 它另一方面就會吸引一些開發商 土地開發商就去那些收購那些農地 那收購農地是第一步 然後就會去申請可以改編成 比如說蓋房子 那一些規劃案 那新界東北就是說 它是三十年的香港農村的衰落以後 在進一步把這一片衰落的農村給城市化的一個 其實是三十年以來最大的一個開發的案子 那我的想法就是說 因為如果新界東北或者說整個新界的鄉下都城市化的案子 其實也就意味著香港跟深圳的結合在一起 那香港作為一個我們希望它有一個高度自治跟民主發展 那個狀況就會受到很大的失誘 所以那個新界東北 它一開始的時候就是一個反對拆遷 反對一些不民主的城市規劃程序 然後慢慢民眾就意識到它在政治上面的一些後果 然後出來的人就慢慢多起來 這其實跟某個部分跟台灣是非常像的 台灣最近這幾年的整個社會運動的發展 跟土地開發或是我們稱之為土地爭議 其實的關聯性是非常高的 包括早一點的所謂的熱身保留運動 或者是最近這幾年的大埔案 或是像科學園區的開發 當然在香港會有一個更特殊的因素 就是你剛剛特別談到的這個過程當中 除了這個財團的這個因素 還有所謂的國家的因素之外 其實包括香港的獨立自主 其實它的政治民主化也是會受到很大影響 可是我看到這個案子聽你這麼一說 其實就會讓我想到蔡元春 或者是在過去三年前的這個所謂香港的反高鐵運動 這兩個之間是不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 它主要相似的地方其實是 在一個不民主的地方 政府要推動一個開發案的時候 其實它要動員來支援它的那些力量是相同的 首先如果有清北京的政治力量 然後會有在新街裡面已經被北京統戰的 我們叫新街原居民那一塊 就是新街原來的地主階層 就是那些建商開發商 那個蔡元春它去徵收的那塊土地 其實也是一些 就是整個新街鄉下裡面最弱勢的居民 就是一些國式新街原居民的新移民 他們就是1949年以後為了逃避工廠政權來到香港 從事農業的那些村民 那所以說受害的人是同一個 然後那個加害的那些集團也是同一批人 但是在整個背後的政治的操作 你也會看到這個政治議程是一樣的 就是不管是從那個那個硬件 我們叫infrastructure方面要推動中港的一個緊密的聯合 然後新街深圳跟香港之間的那一個鄉下也要把它城市化 從這個方面來說是有很多可以比較的地方 對其實對很多像台灣的民眾來講 或者我相信香港也是 其實我們到過香港其實都會覺得 哇這是一個非常高度開發的地方 可是香港最近這幾年 其實除了這個北京的因素之外 其實包括剛剛談到的這個所謂的新界東北的這個事件 還有包括像這個剛剛談到 反高鐵運動蔡元春等等其實都跟開發有關 那我們如果再把這時間拉到更遠更早一點的話 就包括像保衛天心碼頭跟保衛皇后碼頭的這個事件 其實也是跟這個所謂的城市的發展是有很大的關聯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回過頭來再請教凱迪 就是在香港這幾年的這個所謂的城市發展 那這個背後的資本力量到底是怎麼去運作的 那這幾個個案之間的這種所謂的關聯性到底是什麼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也看到 所謂的香港的公民社會 或是所謂的市民社會的力量 或是反抗的力量 公民抗命力量是越來越強大 這個強大不是只有單純的在政治上面的 每年的七億遊行或是維權維園的遊行 其實還包括了剛剛談到的各式各樣的 更激進的一點的這個衝撞的行動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回過頭來跟凱迪來談這個話題 請您結錄一下 您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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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到燦爛時光 惠客是我是節目主持人 今天想來燦爛時光 惠客新聞是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公民行動引擬紀錄資料庫 還有燦爛時光節目 聯合製播的一個視頻跟音訊的這個節目 我們每個禮拜天的晚上九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的網站上面會直播 之後會在公庫公民行動引擬紀錄資料庫 跟燦爛時光的網頁上面 我們也會播出我們完整的節目的內容 今天要跟大家邀請到的談的主題 其實是最近台灣有非常多的公民團體 台灣非常多的民眾 其實對一個事情很有興趣 就是香港的民眾去佔領了立法會 可是我常常在講說 我們除了看到外在的衝突外 這個背後更重要的一些意涵 以及他的這種所謂的議題本身的一個 背後的政治經濟的關係 恐怕也是我們必須要持續關切的 今天跟大家邀請到的是香港的 發言人朱凱迪 凱迪你好 嗨 老師你好 我們剛剛在談的這個主題 其實我們從香港的反新界東北的運動 然後包括像反高鐵運動 事實上我自己看起來 我覺得包括像天心碼頭 皇后碼頭 它看起來是有些相關 因為它其實跟所謂的開發 或所謂的都市化現代化 或是所謂的城鎮化的方展是有關的 我不曉得這個之間是不是有什麼樣的關聯性 而背後它的所謂的政治跟商業的利益又是什麼呢 在那個都市開發的狀況 其實香港跟很多亞太地區面對的情況都一樣 就是那些建商 他如果要搞都市開發的話 他可能自己做不來 然後他就施加他的政治影響力 去讓政府比如說成立一些有法定權利的機構 像香港就是失去重建局 或者是通過一些條例 來讓他們可以有一種強制徵收的權利 那這個過程其實在香港已經開始了 可能應該說八十年代開始 已經是這樣做 但為什麼要到2003年以後才開始會有一些比較大的反抗呢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跟香港的本土化有一點關係 因為香港一直來說爭取那個民主體制的那些泛民主派 其實他們主要關心的對象就是那個政治體制 對 而具體上面在那些社會上面的議題 其實他們是沒有很清楚的想法的 有時候他們可能反而會覺得那些資本家是朋友 或者說他們是穩定香港重要的力量 所以我們也對於開發的事情不要想得太過負面 所以當時那個2003年去遊行以後 其實有很多的政府的作為 比如說把那個公共資產賣給財團 其中一個最大的案子就是把所有香港的公共房屋的停車場 跟商場賣出去的一個案子 就是205年的案子 那慢慢大家那些民眾 因為有了2013年那個決行以後 就開始去關心本土的議題 城市改變 對於民生影響的議題 那些建商去做那個城市規劃 跟那個土地更新的時候 到底會對一般民眾的生活 對社區的影響 就有這樣的意識會開始出現 其實那個在2005年到20078年那幾年 其實香港受台灣的影響很大 因為那個時候台灣的那個我們叫我們說熱身 其實那些運動的那些組織跟方法也是我們覺得很值得學習的對象 所以說有很多的往來在那個時候 但是應該說那個時候的中國因素還不是很強烈的被感受 但是到了那個新界東北跟高鐵 就是2010年的高鐵 你就會發現有一個就是那個規模更大 它是牽涉到整個香港跟珠三角的城市的一個連結的那一些工程跟規劃 就用一個很快的速度來推動 所以後來就是說兩者就天心碼頭那一種的歷史建築保育運動 跟後來的比較大的規模的那些反開發的案子 它有一些運動上的關聯 但是那個議題就會比較更大一些更正式化一些 可是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看到雖然看得到這個所謂的背後的是有時序的 例如說剛剛特別談到在前期比較再是一個開發建商財團 那後面我們看到那個所謂的中國因素其實是更明顯的 那在台灣基本上來講也面臨到類似的問題 可是中國的因素或是所謂的北京的因素跟財團之間的力量 恐怕越來越難區分了不是嗎 對 那個其實我覺得台灣是有必要去看看香港整個過程 因為香港其實可能大家看到只是最表面的那一層 但是可能它整個統戰跟整個收編的過程是已經持續了好幾十年 可能是從1980年代開始 就是當那個因為那跟香港作為一個殖民地也有關係 就是殖民地它它有一種就是權力的結構就是那些資本啊跟那些地主 它其實也要跟那個殖民主建立起一種勾結的關係去保護自己的利益 那北京它在80年代開始就很刻意的去取代英國 然後變成好像新的一個殖民者的姿態 然後它第一就是保存那個香港的不民主的體制 然後就讓那些跟它在一起的資本家 還有就是新街的原居民地主 然後保持他們的政治特權 然後經濟上的特權 然後整個過程裡面就變成 現在我們說有所謂清北京跟民主派的力量 但其實民主派的力量到了現在30年以後 它其實剩下的社會力量是很局部的社會力量 它已經完全沒有了那個商業那一部分 跟那個地主那一部分 都是完全投靠了清北京的陣營的 那出來的後果就是說 它可能比如說 反民主派還可以在一些民眾的動員 或者說媒體上面它有一定的發言的地位 但是在那些很在地的本土的那些抗爭裡面 他們就發現自己其實是很無能為力 因為沒有當地的位置 對沒有經營的時候 然後那下面它每一層從一條川到一個鄉 到整個開發的不同的執政 其實基本上都是同一批人 那就覺得變成很困難的局面 那新的東北就是一個很鮮明的例子 就是說民眾反對的民主有時候 只能集中在中環的立法會外面去示威 而不是很在地的在那個農田上面去示威 因為農田可能已經是被清北京的勢力去把它控制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發展或者是變化 特別你剛剛談到所謂的泛民主派 其實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觀察 就是我們看到的不管是七英遊行 或者是六四的維園的這一種所謂的聚集 這個人數都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相對之下在這種比較所謂的反對開發的 或是比較在地弱勢的這種所謂的發生抗爭的這個部分 其實人數相對比較少 而在所謂的七一遊行 我們都看到相對之下是一種比較和平式的 甚至有人就會把它當作是一個所謂的 一種所謂的紀念的儀式的晚會來做 可是在所謂的不管是天心碼頭 或者是包括現在的新界東北 或者之前的所謂的反高鐵 其實相對之下是比較激進的 那個身體的衝撞是比較強的 那坎尼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在很多的報導上面看到 你也是帶頭在去做這個所謂的衝撞的 我不曉得這個從一個香港的民族化的角度來看 你覺得為什麼會產生這樣一種差別 那這反映了出什麼樣的一個社會的現象呢 或是反映了出什麼樣的群眾的現象呢 其中一個就是有一些的主流的意識形態 是在香港民眾當中非常更新低估的 比如說那些開發主義啊 香港跟他談那些鄉下的保育農業 其實很多人都很不以為言啊 我覺得那些他們覺得是說 在做生意跟經濟發展方面 香港已經跟大陸是不可能分割 然後我們就最多可能做的是 捍衛我們一些基本的核心價值 比如說言論自由啊那些 所以在這樣一種很主流的謎底下 反高鐵啊或者新街東北一些開發案 他們那個在政府的角度來說 其實他是不難去說服一般的民眾的 然後發明主派那些議員 他們也會感覺到有一些困難 因為他們如果跟民間團體一起 站在一起反對的話 那可能他到他們的選區裡面 會被選民那種主流的意思去質問他們 為什麼要這樣支持民間的聲音 這個是其中一個背景 那另外一個可能就是 其實反民主派他們有一點是害怕 香港的民主運動變得基金化 他們其實是透過八九六四的那些 那一場很大的聲援北京的運動 而得到超過一般的香港選民的支持 然後他們一直覺得 這個就是他們最大的跟北京對抗的武器 所以說如果你抗爭方面 無論是什麼議題 如果你變得基金化的時候 那他們就會很擔心 失去那個所謂百分之六十的民眾的支持 那整個發明主派他們就覺得自己會瓦解掉 所以在一種狀況底下 很多時候都會跟一些基金的行動保持距離 特別是其實從2010年開始 香港有一個發明主派裡面很大的分裂 就是說那些七一啊六四 單單數人數的一種抗爭的方法 到底會不會為香港帶來真正的民主呢 有一個很大的聲音去質疑他 然後就出現了所謂基金的民主派 要透過行動去抗爭 這個分裂後來出現的結果就是 基金民主派有一些就出現族群的右翼的現象 就是說把香港民主派 主流的民主派 塑造成一種維穩的一個勢力 就是說他們其實你這樣的爭取民主 你這樣的這樣做和平理性非暴力 其實到最後就一事無成 然後反而會變成北京的好朋友 所以有一派的不耐煩的民眾 就從根本上否定中國 否定一國兩制的角度去推行現在的抗爭 那這一塊其實到現在也是 還沒有清楚說民主派到底會不會 也會比如說透過新界東北這些議題 會來一個比較本土化的轉變 然後跟這些聲音有來一個磨合 還是說他們不會堅持自己的那些好像 主要是中產階級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 與關心核心價值也能自由為主的那樣一個方式去做 那其實如果說他們的努力的話 佔領中環其實是他們那一派我們叫溫和民主派 可以說是最後一次的努力 如果說這一次佔領中環沒有成果的話 那可能就會出現一次比2010年以後更大的一個內部的分裂 不過我們也看到消息說佔領中環的行動會稍微延後嗎 要等北京政府或香港政府對所謂的投票結果的一個回應嗎 那個投票因為投票人數很多 所以對主流泛民主派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然後他們其實是很希望盡量的去發揮這樣的一個影響力 來爭取談判的空間 所以說其實佔領中環的發起人一直在說的是 我們的目的就是不要佔領中環 所以整個規劃就是說 他透過一種民眾的力量的表態 然後變成一種壓力 其實他們說到底也是不希望有比較激進的行動 去影響他們60%的民眾的支持的 我想因為時間關係 我請教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不管是剛剛談到泛民主派 或者是比較溫和的 或是後來這個所謂相對之下比較激進的 跟中國比較採取對立立場的這個部分 某種程度上面 他還是在一個既有的政治框架上面去產生一種對立 或者是他採取不同的這種所謂的互動的這種策略 可是更大的問題是資本的問題怎麼辦呢 就香港面臨到這個資本的問題 其實這個所謂的剝削壓迫 或者是這個土地開發問題一樣是存在的 那香港現在台面上面的政治人物是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 而民間社會這些公民團體社運團體又怎麼去回應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就是說因為那個族群政治慢慢在香港抬頭 所以一直以來民間團體希望把這個對立的目標 把資本變成一個主要的敵人 這樣一種運動其實是慢慢被邊緣化的 就算是佔領中環的發起人 他們最近也在講一個議題就是說 好像我們真的有所謂的中資跟港資的分別 然後他們希望說港資就站到他們那一邊支持佔領中華 支持香港的民主 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你看到新潔東北都知道那些所謂的港資 其實它一來是跟中國大陸也是關係非常的密切 根本沒有可能說有所謂站在民主立場的港資的存在 另一方面其實如果這樣去把它區分 然後就把所謂港資拉到自己旁邊的話 那其實是掩蓋了很多資本在香港造成的 比如說城市規劃方面 或者是說在勞工議題方面的對一般民眾的壓迫 那其實也是我們最近一兩年很大的一個危機 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大的危機 其實在台灣也是類似的狀況 不過對我們來講 我自己都會覺得說不管是中資或是台資或是其他外資 某種程度它就是資本 那資本跟人民之間其實常常是一種對立的關係 而且資本其實某種程度它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國界上面的區隔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香港朋友在這部分的努力 不過因為時間到了 我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再訪問凱迪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的東西是我們兩邊之間 可以有更多的聯繫跟互動跟交流 今天非常謝謝祝凱迪來上我們節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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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